余小脸 余小脸 你等我一会儿 我等你啥等你呀 我现在就后悔我妈妹给我升个板 要不然我都能飞 我跟你说啊 咱们俩要保持距离 明白了吧 为什么 咱们就划清界限就完了 以后你不要 不要跟我俩太纠缠了 好不好 你快点 你这么的 你别过来 你先走 我接个电话 快快快快快过来啊 好好好 哎呀 我亲爱的蜜蜜给我打电话 哈哈哈哈 哈哈 喂蜜蜜啊 余小脸啊你干啥呢 啊 我 那你咋的吧你说事 啊 我家电视坏了你帮我抬楼下去呗 我 我开会呗 你开会呗 啥动静啊 经理发现我打电话了 飞过来一个盆 你忙你的啊 我这样我小王小姐帮忙吧 拜拜 哎哎哎哎哎 喂 你不担无事吗 你们不知道啊 你们不知道啊 我追求秘密好几年了我都 你婚间怎么去你之外 嗯 你这来的外来的不是时候 今天你说李宝杰还找我搬家 李宝杰 你哪天搬不行了 非得今天搬 我告诉你李宝杰一点优点没有 唯独一个优点就是眼光好 看上了我 真有意思 哎 这帮邻居们啊 就当啥事都没发生 看见秘密也别吱声 好不好 拜托了啊 拜托了拜托了 拜托了 在哪儿呢 小脸快点 来了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哎呦我的天 来了来了 小脸你快点 哎呦我的天 你怎么还这么慢呢你怎么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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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哪儿走啊 到了 到哪儿了 到家了 你家在哪儿呀 这儿啊 这里完了 借我 哎抱歉 你听我说 趁你啊东西还没搬进去 咱们赶快到中介 我给你租个比这房子更好的房子 行不行 为啥 半年房租我都交了 你交完你不行 你知道对面住的谁吗 谁呀 秘密 秘密 秘密那你就别告诉我了 不是我说 我说啥意思就是他 你不能住在这儿 这是危险 你知道这个这个不好啊 对面这个 住的 不是人 不是人 不是人哪 啊 反正他没事就上吹下跳的 左蹦右踢一点 他打鬼 屁股 不是人 还上吹下跳的 老对面住了只猴呗 也可以这么理解 他总之你不能在这儿 他对你非常的有威胁 你知不知道 赶紧走快走快走 哎呀没关系 你啥没关系 他给他打呼噜 他打呼噜 他打的 他打的 听他 打的 你咋说你咋知道的 他打呼噜 我再保安庭都能听着 哎 没事我睡觉晨 不怕 这样你先把东西都送进去 我下楼再取一趟 辛苦了啊 不是 不是 咱好好说 哎哎 宝洁你听我说 哎 不是想你问题我 哎宝洁啊 完了完了完了 这老天今天是要灭我呀 这咋子你 这 就这么巧 搬就搬到秘密对门去了 你说秘密人家还找我 搬电视 你说这不疯了吗 李宝洁你 真的是个贴问 我跟你说 我已经骗秘密了 咱必须得把这个谎圆过去 啥也别说了 我接下来我就去 我得打扮打扮 那有空 我敢挨 那秘密不得形子 啊 我我 我跟李宝洁有事啊 我俩 啊 装扮什么 哎 谁也别发现 这样哎 伪装起来就好了 看着呗 你说吧 这个秘密也是的 让我搬电视 就我这体格子也搬不动啊 哎 哎 小脸 你来了 哎呦我的姐太好了 秘密刚才说你开会 你来不了 这回行了 咱俩一起搬吧 哎 小脸 你说话你说话呀 小脸说话 你干什么呀 这个人真的是 你这好笑 你这怎么 还 还推我呢 还 小脸小脸的 你真的好笑 谁也起名字叫小脸呢 我 我不认识什么小脸 我也不是什么小脸 哎 你咋的呢 说话咋还变声了呢 哎 这大同天呢 还整个蚊帐 咋的 装朴风策呢 怎么这个人真的是 我告诉你了 你认出人了 我不是小脸 那你是啥脸呢 我是 丢脸 你这个人真的是 你不要抢人的东西 我 我跟你的那个朋友 长得就这么像吗 行啊 你说 如果是带上他 你还能认得出来吗 小脸啊 小脸啊 行行行行 你玩吧啊 好好玩啊 好好玩啊 秘密啊秘密啊 秘密啊 我是小脸 我是小脸 哦小脸 对不起啊 哦不是小脸啊 干什么呀 你下一边去 我抢你了真的 你听我说出事了 出大事了 啥事啊 这是谁家啊 秘密家啊 你知道谁搬那儿来了吧 谁啊 李宝杰 那不完了吗 那可不完了 你想想 这个画面啊 秘密还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她搬电视 我说 我开会呢 结果李宝杰就 找我搬家 我就来了 你这秘密要看着 不得误会不得伤心呢 我俩以后往下进展 怎么进展呢 对不对小脸 你们三个人属于什么关系 你们三人的关系吧 我太清楚了 你看啊 你喜欢秘密 秘密不喜欢你 李宝杰喜欢你 你就不喜欢李宝杰 你们仨呀 就好比逗地主 你这个地主啊 碰上俩农民 你在想 我这地主抓俩王 先炸谁呢 我先炸你 你炸我干啥呀 我一个卖蛋的 你这牌打得也很好了吧 啊 啊 咱先不打牌了行不行 行啊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今天呢 有点不稳妥 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记得帮我化解了 听见了吗啊 记得秘密要是问你小脸呢 你就说小脸开会呢 秘密 我就说小脸开会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开会就是知道 你俩在我楼道里开的是什么会呢 开的会不会再都不会了 开的 其实秘密我来 我是想给你惊喜 哈哈哈哈 对就是那种出其不义 闭字闭的那种 感觉你能明白吗 我好像明白点了 你想突然间出现 给我惊喜 帮我办电视 那拿这些东西来干啥呀 小倩你聪明 你摘下了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 给你买的 啊啥呀 愿意呀 愿意 秘密啊 是这么回事 小脸啊 给你买了这些东西 想给你个惊喜 你小脸啊 你太有心了 你俩还等啥呢 搬进来吧 搬进去了 搬进去了 哎哎哎哎哎哎哎看给你累了哎呀 哈哈哈你接着往里搬等我啊不用了哎 我这样我这样等我等我我去你这别别别拿东西了哎抱歉完了 哎我的妈呀 小倩你再猜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又是一个惊喜 小倩啊你这惊喜来的都挺快呀 是主要那快递送的快 有个快递那些可可可快了 小脸 我给你买什么了哎呦我的妈 肯特基全家桶 哎呀小脸 我钥匙拉进箱子里了箱子呢啊箱子在那屋啊 哈哈哈哈哈 那个宝洁啊哎快走哎别回来了啊好好好快点走哎呀 不对啊我刚才进的哪屋啊这屋 那我家是这屋啊 是 你是猴的家吗 慢慢地打扰一下 请问是哪只猴的家 小俩呀 这缘分来得太快了 这么快就碰上了他俩 那个惊喜是一个接一个呀 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惊吓了 不可能 来吧 拿着 我给你们好好地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位快递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猴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我还得开会 告辞 真正 我怎么快递了呢我 就是你不腿长吗 行你走到快 就是送快递 快递我听懂了 余小俩你过来 我这只猴 我觉得你有必要也解释一下 你这是 你呀就是平时聪明 伶俐活泼 在我心里面就像一个 可爱的小猴一样 那不对 你刚刚还说人家不像人呢 对 你像人吗你 你分明你不是仙女啊你 你还说他不叫打呼噜呢 谁呀 他吗 打呼噜是他 他打呼噜就打呼噜 秘密打呼噜 那不叫打呼噜 他叫 小香罕 小香罕 你神一点 你神一点 小脸 出来 我打不打呼噜 你怎么知道 对啊 我想象的 我谁在变得住 你 你 我跟你们俩说实话 秘密啊 在你给我打电话之前 我已经答应好了李宝杰 给他搬家 没想到这个时候 你电话就出现了 你说我对你的那片心 你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 我就想要 让你心里舒服点 你说我帮他搬家 你万一碰去了 你说我跟你撒着谎 到时候你是不是心里不得劲啊 这么说你能理解 理解 他这个理解也太请客了 你能不能说一下 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理解这个事 没啥问题啊 小香罕 你挺想诚信的 你看哈 你先答应了他 这个助人为乐 也得分个先来后道吧 余小脸 但是我有件事不明白 你骗我干啥呀 因为我是你 我是你 确认我的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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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宝洁是吧 哎你帮过来了 你好我是秘密 听小脸提过你 宝洁你是不是有啥误会啊 我跟余小脸其实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真的 真的 但是哈 现在咱俩关系不一样了 对门邻居啊 以后咱俩好好相处啊 就这样去 你好 我叫宝洁 多多关照 你好 哎这样哈 我正好买个肯德基全家桶 到我家一起吃吧 等啥呢 你小脸 来吧 哎 哎 哎 我家也要啃子鸡全家桶 小脸 来我家吃 哎 哎 好 哈哈 偶尔让我潇洒一碗 我还不会的那我 这玩意整理挺尴尬的 你这小脸 你这种局面你这是 你不用考虑我 我去谁家吃都行 行了 行了 你俩别考虑了 宝洁 来 这样 这一桶呢 留给你俩 咱俩是这一桶 上下宝洁 你东西全在我屋内 我帮你收拾收拾吧 走 宇昌俩 再见了 他俩好 他俩整一块堆去了 是啊 小县 我真的不敢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 什么样的局面 你说说 我怎么想不明白呢 这事啊 老是看明白了 你怎么看明白的 这全家童啊 得趁热纸 真好之肉 给咱俩的你 给我留一块啊 这老是不赢了 好 谢谢 非常享受 谢谢 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